因为他们拿的钱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都是我们从兜里掏出去的 我都牛肉都吃的少了 没见你收 对啊 欢迎光临书张大大 一号我是纪书 我是张良 旧金山市长部里的工资呢 前两年呢也是拿出来 被大家讨论了一番 就据说他是在市长当中 工资拿的最高的一位市长 今天我们就说说我们旧金山湾区 旧金山的这几个领导人 他们的收入有多少 现在呢有一个报道 你要扒人家赚多少钱 我要扒把他们到底干了多少事 赚了多少钱 因为他们拿的钱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都是我们都得掏出去的 我都牛肉都吃的少了 没见你收 对啊 好嘛 坑大盗有一手 这个你吃了我这么多牛肉 不是吃了我这么多牛肉 谁吃了你的牛肉 你好好讲 你拿了这么高的工资 然后你这事干的怎么样 今天我们就好好掰一掰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旧金山 最高工资的人 他不是市长 他是谁呢 旧金山有一个退休服务部门 这个服务部门是做什么 就是保管这些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地方 发退休金的 就是说这个退休基金呢 退休金呢 就放在一账户里 然后他们呢 来运作 让你的退休金呢 不断的增长 这样你不是放心 我有钱拿退休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私立的机构吧 还是个公立的机构 应该是一个私立机构 但是应该是政府来委托这家单位 来运作政府的保险金 退休金 然后放在那个账户里 让他不断增长 别弄没了 这样退休人员 有这个退休工资可领 就管理这个基金的这么一个人 他就是首行执行官 他的工资呢 是84万2000美元 总薪酬 一年 对一年 我们记错布里德是拿四十几万吧 对 布里德是四十几万 总记者他拿多少钱 你是盯着布里德 他居然拿了 布里德的将近一倍的工资 对了 他做什么好事了 不过呢 这一点呢 我倒有些这个 没有什么大的疑义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基金的一个老板 他负责让我们的退休账户 安全 而且呢 稳定的增长 首先是安全 然后是增长 这样呢 让所有退休的人呢 这个有保障 我觉得你做这事 还是挺有意义的 所以他值得这么高的工资 对 然后呢 他还让大家这个 这个 钱放的人不丢 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说他拿这么多工资呢 尚可 尚可 我是这样认为他 虽然我觉得也挺高了 也挺高了 尚可 那第二个工资高的人呢 也不是布里德 你为老盯着布里德 就认识他嘛 看我们节目呢 因为我们的节目呢 也是视频节目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 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这布里德可能 如果是湾区以外的观众 大概不太认识 他是旧金山的市长 谢谢你的介绍 大家想要了解更多 可以自己Google一下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 他是旧金山市长 这个第二高工资的人 他也不是布里德 他是谁呢 他是一个警察 他是警官 弗兰克哈雷尔 他的工资是多少呢 76万5000元 你想一警察 当然他是警察长 咱警察长 这是头 警察头 你想他的工资70多万 一个警官 他这点 他我就觉得 他怎么那么高工资 然后呢 他的工资呢 有两部分组成 一个基本工资 另一部分呢 是加班 加班费 加班费呢 就45万 也就是说 加班费呢 差不多是他工资的一半 还多了一点 你想想 一个警察 70多万工资 加班 他怎么加那么多班呢 干嘛呢 我手上也有个数据啊 也是来自一名 就是旧金山的警察 他的年薪是接近 18万元的 那18万元来说呢 是高于旧金山四口之家的 平均年收入 其实算是蛮高的 算是高收入了 其实在他的这个收入当中呢 有很大一部分呢 也是来自于这个加班费 那其实我们一直就听说 我们叫湾区啊 很多城市呢 就是警力有缺 就是警察的数量不够 但是呢 又要承担很多的工作的时候呢 所以每一位警察呢 他们这个加班的时数呢 也是在增加的 那你看加州的 这些劳工法力啊 对于这个加班呢 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这个薪资方面啊 比方说我们这些 拿这个hourly工资的员工啊 可能说你每个 每天需要工作8小时 但是呢 如果你工作是 时数超过了8小时啊 就每天来说啊 时数超过了8小时以后呢 工资可能 给到你的工资呢 可能不是你按照 平均一小时的收入来算 可能是变成1.5倍 再往上涨呢 可能会是两倍的工资 那所以呢 你在说为什么 他的加班费会那么高啊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加班加的多嘛 然后这个工资 hourly的工资 是成倍的去涨的时候呢 那个有可能 他的这个加班费 比他原本的工资 还要拿的更多 这加班费多啊 我理解的 起码有几个问题是 是摆在面上 第一 人手不足 对 所以他在加班 大家忙不过来 第二呢 说第二个 第二 就是 第一 活太多嘛 就是你说警察 人手不足 对吧 第二就是活太多 是太多 解决不了 所以就要加班嘛 第二呢 就是即使加班 活太多 即使加班了 他的效能和质量 能不能达到普通工作岗外的水平 因为你想 你做了一个八小时了 你已经很疲劳了 然后你又做一个四小时 这个时候 你还能够这个保证那种精神和状态下去工作吗 你还有那么多的精力吗 即使给你那么多的钱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浑身是铁 能粘几颗钉 那他赚的多 你刚不说他赚的好多吗 他赚的多 他也是在用命换 那你想怎么样呢 就是说 这个活是八小时完成的 那就八小时完成 十二小时完成 这个人就要多负四个小时的 对啊 而且这个人的精力不一定够 即使他完成了 他的质量 他的效率 远远低于我们正常的工作岗位 应该做的那个时效 那所以你就说 你是按对于警察来说 就是说他人员配比是不科学的 对啊 反正就是现在就是因为警力的缺乏 对 所以呢 又有不够那么多人加入警队 那所以呢 在这个部屋里头的警察呢 就要经常的去加班 那加班呢 是一方面 他愿意加班 但是呢 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可能太过于疲惫了 对 以至于虽然他们拿了工资 但是他们的工作的效率 并没有那么强 对 对 那怎么办呢 看市长不理得的吧 又退了 市长说我工资也没有 那个 你刚刚说那个谁 警察局长 不是 你说是退休服务部的首席执行官 他高 但部里头说 要不我退休吧 对 如果他退休以后 要是干这核哈 还真不错 不过人家是专业 你是推推荐大家去往不同的职业去发展吗 因为我们基本上住在湾区的朋友 大家都认为能够进入大厂啊 就是高新产业作为这个工作的话呢 肯定就是对自己生活是最有保障的 昨天问了一下朋友 一个这个IT啊 基本上平均的这个收入是多少啊 我得到的大概是三十多万吧 还有包括一些些的这个福利等等啊 那其实如果三十多万一年一个人的话 那再加上如果你是双职工都是做马农的话 就可能六十万 那非常宽裕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了 那但是你又想想看啊 像我们这些做餐馆的 饮食业的 零售业的 hour里的工作 那每个小时可能只有二十块钱 那你说这个贫富差距也非常的大了 对了 你看这刚才你说的是马农哈 大概是三十多万啊 哎 我们现在刚才说旧金山市长了 多有更多啦 谁有更少啊 平均平均 说到布里德了 布里德有多少工资哈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 46万9千 嗯 哎 这工资你看起来还可以哈 但是哈 他在全国来说已经是很高的了 他是很高的 总统也没拿这么多 当然总统后面还有一些隐性的收入 比如说安保什么的 他是没有的 但从单从工资这个角度 他是比总统高的 嗯 46万9 这工资呢 包括什么呢 37.3万元的正常工资 啊 退休金呢 还有5.7万 就是他滚到退休账户里的钱 嗯 还有2.2万的这个牙医啊 医疗这些保障 还有这事业保险等等 1.7万加起来 你给他扒的好透彻啊 脱光光的都给你看到了 把人家牙医有多少钱 没有 没有 没有哈 那也没有哈 那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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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抛弃一下 他收入的基本构成 上次爸爸喝几磷 轮到布里德了 来 接受 有这爱好 看人家怎么赚钱 你看他收入这个46万 按理说 旧金山这样的城市 一个市场有这么多收入呢 哎 我觉得也可以 毕竟这城市这么大 嗯 这么重要 地位这么高 对 国际影响这么大 嗯 但是 但可是哈 说 这这这旧金山这几年 那可真是乌而上气啊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这所有的问题都是不理得造成的 但是你是一个地区的行政首长 嗯 你是一个地区的行政首长那所有的问题你应该负有责任 因为旧金山虽然是一个小城市啊但是它的影响非常大 它某种程度上甚至于成为美国的一个坐影在思考一个问题美国的双面性 一方面是非常亮丽的景观亮丽干街道干净 他们享受非常好的资源教育资源啊各种社会服务资源 另一方面呢他们住着很小的房子负着高昂的租金 然后街道上始尿成行脏万差 不只是旧金山啊整个加州来说呢加州人的收入的差距呢是居于全美首位的 加州的高薪收入和低薪收入之间是有146%的差距 远高于全国平均的108% 对加州的这个收入差距啊你看一方面在硅谷我们都知道 刚才你讲到了马农们收入很高一个人30多万左右 两口子就是七八六七十万这个收入在全美也是高的 别说在加州了但是在湾区是不是很多人能拿到六七十万呢 那肯定不是啊 因为他马农他毕竟就就那么一个圈子 然后那几个大厂他所吸收的人也就那么多 那这湾区可是几百万人口啊 他只有几十万人是做那个工作的 那其他人干什么呢 其他人也能拿六七十万吗 那肯定不得 那其他人收入就是最底层 甚至于比全国水平还要低 对所以说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嘛 而且呢就是有钱人啊 大家拿的工资很高 然后很多大厂的工作人员呢 工作人员员工啊 他们的呃配备的股票 也是手上有一手 个人有一点点哈 所以呢他们的那基本的就是资产本身就很高了 那他们在拿自己的资产呢 进行一个有智慧的投资啊 通常这些人呢都有就是比较会理财啊 那所以他们的亲钱会越滚越大 那然后呢低收入的人士呢 他们就是默默耕耘 就是按小时工来工作的话 那存钱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就是 大家都是有钱就是投资嘛 但是你存钱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 他刚满足生活 应付温饱 我们只可以最多我们存一点点的钱 对吧 那些钱拿出来投资意义也不大 你可能也想要留在身边 可能是应急而用 所以那些人呢 你就可以foresee他们以后的生活 也是像这样子 勤勤恳恳的工作就就算了 所以呢 这个平衡这个负跟贫的这个比例就是 越来越呈现这个相反的 现在你看我们这有个数字 就在加州 就加州的大家知道生活成本高 表现在房价高啊 各方面都高 就是说房价 现在加州只有16%的家庭都买得起房子 就是说16%是什么概念 就很少一部分了 如果说你有46% 也算凑合 中国人很讲究就是 我一定要有安置一个家 对 这叫安居乐业嘛 你现在有了家 你才能感觉到 然后再做点什么事情 安居乐业 刚才说这个有些收入高 那么高啊 有些收入这么低 那平均起来啊 第一的 加州是 你刚才说是60多万 这个才9万多 是普通家庭的平均水平 全国的水平呢 是73,500 虽然比全国的高了一点啊 但是整体来说 就是说他们这个差距啊 非常之大 工资非常高 导致很多高工资的人呢 现在出现了这个贫富 高工资和低工资的人 导致贫富分化严重啊 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是的 那就是低工资的人呢 反正听我说了嘛 扎亮老师跟季叔呢 就真好这个工作啊 每天呢 坐在这边聊天聊天 然后就把钱给赚了 所以我们是低工资嘛 谢谢鼓励 耶 我们会加油的 我们会加油的 好悲哀啊 好悲哀啊 谢谢大家 好